也要来关心7万人追踪的网红 只带人日前错误示范拍影片 教民众如何搭北捷投票 声称一年可以省下2万元的通勤费 被台北市长柯文哲痛批肉麻当有趣 应该把他K一顿 省影三天晚间他终于现身 警方传唤他道案说明 依涉嫌杀货他人犯罪来送办 他也透露说拍这支影片 到目前只赚了600块钱 却吃上北捷开出的6张 总共8000元罚单 造成那么大的问题 其实现在是真的觉得还蛮抱歉的 面对镜头承认自己做错了 致命带着橘色鸭神帽的男子 宁可能一时间认不出来 但要是换个中办 他还没有问我干嘛 北捷那么随便的吗 套上招牌大纸带 有7万人追踪的网红YouTuber Kat纸带人 日前在台北捷运 偷偷跟着前面的人进入闸口 皮夹只是虚晃一下 根本没刷到卡 或是假装借厕所投留上月台 靠着这两招骗过卷务员 实测不付钱搭捷运 申成一年就能省下 两万元的通勤费 影片一PO上网 引起负面批评声浪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气炸了 表示一个社会的识非观念在崩解 所以这个应该是把它K一顿 其实这个影片看起来 我是真的蛮白目的 我以为我要拍下去的话 我一定会去做更好的处理 不会再用老实讲 有点不负责任的方式 去做这样的影片 谈成自己行径有点白目 为了在YouTuber界中招定位 公开拍违法影片 生意三天警方终于找到人 将他依照涉嫌 删获他人犯罪送办 最高可能会出两年有期徒刑 怎么也想不到 原本是要充点月率赚分润 现在才入账600块 就缺上6张 一共8000元的罚单 更添了些负面形象 记得当统领招显 台北采访我等 有点充满的负面 有点充满的负面